日用天良,以年,將臨期,12月19日,明掌記,13章2-7節,24-25節。 那時,在座拉有一個人,屬於丹之派,名叫瑪諾雅,她的妻子是個使女,從未生育。 上主的使者顯現給那婦人,對她說:「看,你原是個使女,從未生育,但是你要懷孕生子。今後要留心,清酒濃酒都不可喝,各種不結的東西也不可吃。 看,你將懷孕生子,剃到不可觸及她的頭,因為這孩子從母胎就是陷於天主的,她要開始從賠類舍特人手中拯救以色列。 那婦人遂去告訴自己的丈夫說:「有一個天主的人來到我這裡,她的容貌好像天主的使者,極其威嚴。」 我沒有問她從那裡來,她也沒有告訴我她的名字。她對我說:「看,你將懷孕生子,從今以後清酒濃酒都不可喝,各種不結的東西都不可吃。 因為這孩子從母胎一直到死,是陷於天主的,後來那婦人生了一個兒子,給她起名叫三松,孩子漸漸長大,上主祝福了她,上主的神開始感動她。 聖勇,七十一篇三至六節,十六至十七節。 求你做我避難的石壁,獲救的堡壘,因為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堡壘,我的天主,求你由邪惡人的手中將我救出,由兇滿恨抱者的掌中將我救走。 因為,我主上主,你是我的期望,你是我自幼唯一的仰仗。我自從在母胎中,就仰賴了你,尚在母懷中,你就是我的脫臂,我全新的希望,時時寄托於你。我要稱仰我天主的偉大奇能,上主,我要傳述你獨有的寬仁。 天主,源自我幼年時,你已教導了我。直至今日,我仍宣誓你的唯妙。 《獨家福音》一章五至二十五節 黑洛德為猶太王的時候,阿比亞班次中有一位司祭名叫扎加利亞,他的妻子名叫伊撒伯爾,是亞郎的後代。 二人在天主前都是一人,遵守上主的一切誡命和禮歸,無暇可止。 但是,他們沒有孩子,因為伊撒伯爾素不生育,兩人又都上了年紀。 有一天,正逢扎加利亞輪著他的班次,在天主前進司祭的職務時,按著司祭的常例,他抽中了籤,得進上主的聖所獻香。 獻香的時候,所有的百姓都在外面祈禱。 有一位上主的天使站在湘潭右邊顯現給他。 扎加利亞一見,金皇害怕起來,但天使向他說,扎加利亞,不要害怕。 因為你的祈禱以蒙因允,你的妻子伊撒伯爾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若翰。 你必要歡喜踊躍,許多人也要因他的誕生而喜樂。 因為他在上主面前將是偉大的,但酒濃酒他都不喝。 而且,他還在母胎中就要充滿聖神。 他要使許多以色列子民轉向上主,他們的天主。 他要以厄里亞的精神和能力,在他前面先行,使為父的心轉向兒子。 使被逆者轉向一人的心意。 為上主準備一個善良的百姓,扎加利亞遂向天使說,我憑什麼能知這是可行呢? 因為我已經老了,我的妻子也上了年紀,天使回答說,我是站在天主面前的加比爾爾,奉命來向你說話,報告你這個喜訊。 看,你必成為啞巴,不能說話,直到這是成就的那一天,因為你沒有相信我的話。 但我的話屆時必要應驗,百姓等候扎加利亞,都驚訝他滯留在聖所內那麼久。 即使他出來,竟不能對他們講話。他們這才知道,他在聖所中見了異象,他成了啞巴,只好給他們打手勢。 扎加利亞供職的日期一滿,就回了家。幾天以後,他的妻子伊撒伯爾受了孕,她躲藏了五個月,說,上主在這些十日內這樣眷顧了我,除去了我在人間的恥辱。 在聖經中,有許多這樣的例子,從未生過孩子的老年婦女,在天主的介入下,得到了一個孩子,通常是兒子。 明掌基第十三章第二至七節,第二十四至二十五節敘述了其中之一件這樣的神機,及三宋的出生。 所有這些事的特別之處在於,這個即將誕生的孩子被天主拣選並賦予一個非常特別的使命。 就是說,天主在這個孩子的誕生過程中與孩子的母親一起合作。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是天主的孩子。這也是我們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五至二十五節中看到的事蹟,年老的伊撒伯爾有幸生下一個兒子,即席者若翰。 民掌確實是來自以色列各支派的英雄人物,他們參與以色列人的戰爭,以建立對他們認為天主預許給他們的土地的統治權。 毫不奇怪,當時的領土佔領者並不太高興,並進行了強烈抵抗,雙方都有不同程度的成功和失敗。 三宋 總體而言,他的身體非常強壯,但在其他方面卻非常軟弱,尤其是在對女性方面。 而導致他失敗的是一個女性,臭名招著的德里拉。 儘管取得了一些成功,他也未能將自己的國家從培類舍特敵人手中解放出來。 他的攻擊更多的是為了他自己而不是他的人民。 培類舍特人不是閃族人。 大約在西伯來人從東部進入這片土地的同時,他們是在巴勒斯坦沿海平原定居。 他們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先知們常根據以色列人愚蠢地追求外邦婦女來描述以色列人的罪。 在冥長時代,人們不斷淫亂地崇拜克那喊諸邪神。 三宋是蛋之派的人。 他的母親與舊約中其他一些傑出的女性有著同樣的命運。 例如伊撒格的母親撒拉, 狄貝加, 雅各伯的母親, 雅娜, 先知撒穆爾的母親, 當然, 還有喜者羅漢的母親伊撒伯爾。 三宋的母親為他的出生做準備, 不得因酒和食用任何被認為不洁淨的食物。 作為以色列人民未來的解放者, 這個兒子將特別奉獻給天主。 從他出生起, 他就被視為納齊爾人。 納齊爾, 納齊爾, 這個字在西伯來文的意思是奉獻。 納齊爾人必須敬酒或剪髮。 在早期, 納齊爾人的誓言是終身的, 但在後來, 他可以是暫時的, 並且以剪髮為誓言終止的標記。 這暗示著三宋未剪過的頭髮是他強大力量的源泉。 當他被奸詐的德里拉剪掉時, 他的力量就消失了。 當孩子出生時, 他的母親給他取名三松, 這個字的意思是太陽或光明。 這可能是表達對意外孩子出生的喜悅, 也可能是指附近的城鎮被特捨默示, Beth Shemesh, 太陽, 神, 之家。 孩子漸漸長大, 上主祝福了他, 明掌記第十三章二十四節。 這最後一句話是指他未來的強大力量。 將此與瑪利亞和若瑟在聖殿中奉獻耶穌給上主後返回 那渣類後有關耶穌的話進行比較, 耶穌在智慧和身量上, 並在天主和人前的恩愛上, 漸漸地增長。 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節。 然而, 就像喜者若翰一樣, 我們每個人都被召教成為耶穌的先驅, 為耶穌進入別人的生活, 特別是那些還沒有認識他的人的生活中準備道路。 將臨期是我們重新燃起望得和信得的時刻, 相信天主信實地履行他與他的子民所立的約。 在為救主預備道路的過程中, 我們看到了兩對不孕夫婦的懷孕生子的奇妙神蹟, 舊約中的三松, 明掌記第十三章, 和新約中的喜者若翰。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節, 天主召教他們在屬林的黑暗和困難時期 為天主的子民帶來希望和拯救。 天主的天使向扎加利亞發出了超出他預期的祝福, 你的祈禱以蒙因允, 你的妻子伊撒伯爾要給你生一個兒子。 路加福音一章十三節。 當天主吸引我們來到他的面前時, 他希望我們在他面前保持安靜, 這樣我們就可以聆聽他的聲音, 因為他對我們的心說話並向我們揭示他的想法。 在宣告喜者若翰的誕生時, 天使向扎加利亞解釋了他的兒子 在為墨西亞預備道路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若翰在天主眼中是偉大的。 他將以那齊爾人的身份生活, 參考戶籍記第六章, 一個被祝聖而成為天主的人。 即使在母親的胎中, 他已被聖神充滿。 他將帶著厄里亞的精神和能力, 被派遣到天主的子民那裡, 透過讓被逆走向正義的智慧, 使所有人的心轉向天主和人。 若翰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天主是仁慈的。 當天主採取行動拯救我們時, 他會仁慈地用聖神充滿我們, 並使我們的信德活到他的應許上。 主耶穌, 你為你的人民帶來希望和復興。 今天重整並加強基督徒的家庭生活。 幫助我去愛和服務我的家人。 樂迷的愛統治我所有的各種與人和世界的關係, 並消除任何獲得平安與和諧的障礙。 阿们。 阿们。